蔡總統是依照中華民國憲法所選出來的我們國家最高元首 我想她宣誓就職的時候 對的也是中華民國的憲法來宣誓就職 沒有一部法律叫做台灣憲法 所以身為國家的最高元首 還是應該尊重我們現在的正式的國民 當然我們也知道民黨現在是執政黨是國會的多數 如果對於現在我們國家的最高法令 最高的基本原則憲法或是相關的法令 比如說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的相關規定 認為說有不符合現狀要讓它名符其實的話 執政黨可以提出修憲案 可以提出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修正 而不是在那邊羽目混珠 意圖這個混淆這個實際的意圖 意圖兩面討好 但是事實上兩面都不討好 我們再問一下就是有關於現在蔡英文 她不希望說兩岸兵種相見這兩面選項 蔡英文 她說呢就是國共兩岸的合併對決 對於建盟僵局是號碼是贏的 但是北京是比特波冷卻說 說什麼光都沒有期待這是不是大美 我要這樣說吧總統昨天的文告大部分都是口號式的說法 我要特別舉出一點可以證明這一個 因為他說希望兩岸健康有序的這個交流 那麼如果真的需要兩岸健康有序的交流 那為什麼不開始小三通 小三通是我們台商還有我們金門人需要的 現在這個時候如果我們的蔡總統真的希望兩岸健康有序的交流 那就拋出一個橄欖枝就是開始小三通的通行 為什麼總統還辭職不願意 在國境已經解封的這個時候 這個是把我們金門人當作次等公民 也是直接打臉他自己所說的說 希望健康有序的交流 如果你真的希望健康有序的交流 你應該就是要開放小三通啊 這個是為什麼呢 這個例子就很明顯 蔡總統打臉自己 我想總統一定已經收到相關的情報 這個其實反映出兩點大家應該可以感受到 第一點就是台海局勢的確已經越來越偉大 所以總統要趁在國境的時候趕快呼籲 實際上向國際發聲說 他已經知道這個情形是危險 發聲說我們這個晶片這個位置很重要 把這個晶片相關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部件在我們台灣是重要的 這個應該是總統要向國際發出的聲音 因為我想美國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晶片的確現在在全世界都知道 沒有晶片很多事情都做不了 很多不管科技各方面 民生產業都run不了 那現在我們台灣這邊是很重要今天的這個產地 那美國的整體的局勢判斷 不管從行政部門 國安部門 他們的國務院各相關部門 都覺得台海局勢危險 所以總統會講出這樣的話 表示他也收到這樣的情報了 台海局勢危險 那美國已經做出了一些相關準備 萬一怎麼樣的時候 他們不要 台灣這個台灣這個島能不能保下來 可能不是美國最在意的 這個晶片能不能保存 這個晶片的生產能不能繼續 這個才是美國最在意的 這個事情就是這麼的明顯 所以他們要希望台積電可以去那邊設廠 然後相關的技術可以過去 還有相關的人員要 即使台海局他們要趕快讓飛機 準備飛機讓他們飛過去 所以他們在乎的是什麼 不是這個島上會不會發生戰爭 當然他們也不希望 不是這個島上發生 或是這個島上發生戰爭的時候 黎明百姓會怎麼樣 不是這個島上發生戰爭 這些百姓能不能存活 而是這個島 如果這個台海發生戰爭的時候 這些晶片的生產絕對不能斷 這個晶片這些一定要繼續 所以東西要移過去 人要用飛機幫他們送過去 這個才是美國根深蒂固最在乎的東西啊 所謂這個經濟發展 這些東西我們看最近馬斯克 所有的這些強權 不管是國家或是這些企業家 他們講這麼多 最終他們在乎的是什麼 他們真的在乎我們台灣人民 在這邊能不能繼續活命嗎 他們在乎的是 他們這些晶片能不能繼續 他們的經濟能不能繼續發展 至於這個島上發生戰爭 這個國家都是戰火 在戰火之下 真的是他們最在意的嗎 大家自己想一想 蔡總統昨天講話其實很明顯 第一個就是說 他已經收到美國相關的 一定接收到相關的情報了 整個人家都已經做好 在美國很多情報單位 都已經做好相關的沙盤推延了 如果發生事情他們要做什麼 當然他們會給我們很多武器 就像給烏克人很多武器一樣 就是讓我們好好的為我們的家園 保家為國來打仗 但是我們這裡會發生戰爭 就是我們一定這樣就是會發生戰爭 然後我們會自己很勇敢的站出來 保衛我們的國土 這是總統在喊話 就在講這些事情 但是呢至於外國 美國人在乎 不是美國在乎什麼呢 在乎的是晶片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它比較溫和 有的人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但是呢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就可以買到